阿伯 阿伯我來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BAY阿伯 那麼今天這一集非常非常的重要 阿伯爬文也爬了好幾天了 加上自己的一些心得 那麼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全武將 究竟哪一些武將是最值得練的 好 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妨先幫阿伯點一個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伯的最新資訊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 Let's go 好 那麼首先呢 我們先來講一下趙雲的部分 那趙雲他在PVP是頂尖的一個存在 那他強的地方就在於說他只要接一套 就可以直接把人帶走 傷害相當相當的高 好 再來在百花這些PVE的部分呢 就算是一個中上的等級吧 離頂級的話還有一點距離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下一個武將就是龐統 龐統基本上就是為了這個羈絆而存在的 所以說不建議說投資過多的資源在他的身上 好 在關羽的部分呢 這個PVP基本上是不太行 然後在這個PVE的部分 拿去當副將的話 勉強還算是一個不錯的武將 因為他本身這個羈絆非常非常的多 可以加到很多很多的一個戰力 所以說去當副將是還蠻OK的 好 再來下一個是張飛 那張飛的話有一個稱號非常厲害 而且大部分人都還蠻認同的 就是百花之王就是打百花最強的那個人 那麼至於說為什麼很強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羈絆相當相當的多 他應該也是羈絆之王 他這個羈絆可以加到的能力 算是全部這個武將裡面最多的一個人 那麼我們打百花整體來說到後面都是越戰在打的 那通常打不過是什麼原因就是攻擊力不夠 變成說打到這個BOSS都狂暴了 還沒有打死 那麼張飛因為他這個整體的羈絆很多嘛 那他的這個能力加的多 再加上他本身的技能也都是加攻擊的 所以說他的這個整體的輸出啊 是比其他武將還要高上很多的 那麼他當然也是有缺點啦 他在前中期的表現就是沒有表現 他前中期真的非常的難用 再加上他的這個手蠻短的 攻速又比較一般 所以你這個前中期打起來的情況呢 會覺得非常的痛苦 因為整體的這個練度都還沒有起來 再加上他算是蠻吃技術的一個角色 所以說如果你要練他的話 你要對自己的技術有一定的認可好不好 好這樣我們來看下一隻 衛炎的話基本上就是拿來湊羈絆 好再下一隻 月鷹的話 月鷹在PVP上面算是中上的一個等級 中上也沒有到中很上面 就中然後再上去一點點 那麼在百花的部分也是一樣 就是在中間表現一般般 好再下一隻 馬超的部分 馬超在這個PVP的部分算是頂尖的一個存在 那麼到這個很後期都還是很多人會選馬超上場 不過在打百花的部分就比較一般了 因為血特別特別薄 那麼輸出的話也算是偏向一個中上的一個等級而已 好再下一隻增肌的部分 沒什麼人討論 那麼我自己用起來感覺也是一般般 好再下一隻夏侯淵 那夏侯淵因為他剛好是五指兩將的其中一人嘛 所以說通常也是要把他這個星數給練上去 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自己用起來他是一個遠程 所以整體來說前中期玩起來是還蠻不錯的啦 這個傷害感覺還算夠 不過因為他這個遠程的關係 他好像有被削弱過 所以他在這個遠程的傷害啊 還有這個攻速啊都是特別慢的 所以以後可能就會面臨到就是 傷害不足的一個問題 常常打到這個BOSS狂暴 所以說他要越戰的這個極限 比較這個天花板比較低的 那麼他在打架的部分呢 算是一個中上 甚至如果遇到一些不會打遠程的人 表現特別特別的理想 好再來這個打百花的部分呢 我覺得前中期算是還不錯啦 那麼後期的話可能傷害就會不足 所以算是一個中上吧 算是一個中上的等級 好再來下一個張寮 張寮簡單來說 他的這個成型難度比較難 但是他整體玩起來體感還蠻不錯的對不對 攻速還蠻快的 操作起來都覺得還蠻不錯的 蠻順手的 那麼他在打架的部分呢 算是上級的一個等級喔 然後在百花的部分也是上級 所以就是上上 好再來下一個 那個點尾的部分呢 就有另外一個聲音 就是搶奪百花之王的聲音 也有人說這個點尾 用起來比較簡單 就是不太需要什麼操作 因為他好像可以怎麼回血喔 一回就回很大一格血 那麼整體來說在前中期也不是說特別好用啦 要等之後有養起來 然後這個什麼 戰魂啊戰馬等等之類 都要有他才可以發揮 跟這個張飛其實有一點有點像喔 那麼他在打架的部分呢 只能算是中 然後再上去一點點那種感覺 就上去那麼一麥一麥 然後在這個打百花的部分呢 算是一個頂級的存在喔 好再來下一個 蔡文姬的話 沒什麼人討論 可能就是一般般了 但是聽說前中期還蠻不錯用的啦 就是蠻好上手的 好再來下一個下侯敦的部分呢 也是有這個爭吵的聲音 就是爭論的聲音啦 就是說有些人是捧這個點尾嘛 那麼但是有很多人就說 啊那你點尾還要到後期 還要花很多資源養起來 那麼這個下侯敦 基本上就算是一個平民神將 非常的好養 那麼他整體來說呢 在PVP的部分算是上級 然後在這個百花百花的部分呢 也是上級喔 那麼如果你是平民玩家 加上你對於自己這個本身的操作 也是一般般的話 那麼練夏侯敦的話 就蠻適合你的 好再來下一隻 曹操的部分呢 沒什麼評價 不是沒什麼人討論 但是有一點評價 就是這個中上 都中上的一個等級 好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徐楚的部分呢 就是羈絆腳 就羈絆腳 但是本身還蠻坦的 可以拿來當作副將 畢竟副將多撐一下 那麼你就可以多輸出一點嘛 好再來下一隻 這隻張合的部分呢 就是雙上的一個等級喔 那他本身出手速度蠻快的 然後打的這個範圍也蠻不錯的 那為什麼只有上的等級呢 因為他的這個羈絆整體數值加的有一點少 所以說限制了他的這個發展喔 好再來下一隻 孫策 孫策他也是一個雙上的表現 那在未來會有什麼各國的百花嘛 那麼在吾國的部分 比他強的就是周宇了 PVP比他強的周宇跟這個不練師都比他強 那麼百花比他強的話就只有周宇了 所以說這隻角色雙上的一個等級 那麼基本上在未來就是因為要打這個各國百花 如果你是平民的話還是可以練的喔 好再來下一隻孫肩 孫肩他整體來說比較偏向一個坦克的部分 通常是擺在副降啦 因為他整體的這個輸出不太夠 好那麼在PVP跟這個百花的表現都比較一般 好再來下一隻 太史池的部分呢也算是擺在副降的一個等級 那麼在PVP的部分我是看到 偶爾還是會看到高手的這個高端場會出現他啦 那麼至於說為什麼出現他的這個詳細原因呢 我其實不太清楚 因為討論他的人也並不多 那麼至於在百花的部分 因為通常百花我們要一個主將嘛 然後再配上兩個副降 那麼副降呢通常我們就是擺一些輔助類型的 或者就是擺一些比較坦的一些武將 那麼至於說這個評價的部分呢 我就先不給了 因為這個真的資料太少了 但是高端又看到有人在用 所以說真的是有點難去評價他 那麼我再去收集一點資料 到時候確定了比較確定了 再來分享給各位喔 好再來下一個陸訓的部分呢 整體來說評價並不是很好 基本上就是幫這個周宇來湊羈絆的 好再來下一個 孫全的部分整體攻速還蠻快的 但是缺點是這個比較手短 那麼整體羈絆呢也還算是不錯 所以說就是一個中上中上的一個等級 好再來下一個夏侯霸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不用我講了吧 對不對 他是誰啊 他為什麼會擺上傳奇都是一個謎 好不好 好再來下一個 原哨原本出喔 這個算是PVP最頂級的一個存在喔 最頂級的一個存在 然後他在這個打PVE的部分 打百花的部分 表現呢也算是一個頂級的存在喔 用過他的人應該都非常的清楚喔 他這個衝刺然後這個起手勢 特別特別的無恥 出手速度超級超級的快 然後他本身這個 自己的連招這個招式也是打得非常非常快喔 那麼他在打百花上面就比較是有需要技術啦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薄皮嫩雞啦 好再來下一個柱龍的部分 柱龍就有一點傷腦筋了 那麼我自己看起來 其實感覺起來他這個射速非常的快嘛 又是遠程 所以說整體在前中期的表現都還蠻不錯的對不對 但是聽說啦 我看到這個 欸資訊呢是說他有被nerf過 就是被削弱過 然後削弱過後呢 好像就沒什麼人在特別討論他了 然後在這個頂尖的一些對決裡面 基本上也看不太到他的蹤影喔 所以說這個柱龍評價的部分呢 我先保留好不好 我先保留 畢竟他這個 我覺得打PVP的部分 在台服現階段的情況 算是頂尖的存在 因為畢竟還是很多人 不太會打這個遠程的武將嘛 對不對 那麼在百花的部分呢 我覺得也是相當不錯啊 他是整體攻速那麼快 然後又是遠程 那麼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他的這個羈絆好像就比較偏少了 所以說整體以後的數值發展性就稍微比較差 再加上他又被nerf過 好像有nerf過他的這個攻擊力吧 好像攻擊力被削弱過了 好再來下一隻 沒有下一隻了 好那阿貝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如果你有其他的問題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收看我是阿貝 我們下季再見 掰掰